他就農場啊 農民啊 你的好東西我們就放在這裡 然後外賓來了 我們就做廣告 他一看農的傳人 謝祖北農總經理任內點滴 時隔五年繞了個圈 曾經的賣菜狼 韓國瑜 重回市場 嘿 阿熊 這兩個是我們果菜市場 最優勢 喝酒低名 賺錢低名 他老婆也低名 攤商賣年 熱情依舊因為對他們來說 這個人再熟悉不過 來 韓總 新來快樂 高興不見 我們總經理 以前 台北農總經理 我每一天都要去菜市場 去拍賣場 釘得這個 釘得很緊 這個所有的這個步道啊 都有我的足跡 所以我今天再踏到這個 北農的時候 去裡面的感受很強烈 便宜了 再回來看我們啊 這個都很有感情的 這有感情的 我回去重新賣菜 我們要回去賣菜 等一下不見得用我們 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把工作做好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不過以自由生 重回北農 韓國瑜也不是單純來敘舊 阿熊 你也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菜怎麼 菜很漂亮 很漂亮耶 政治空窗的 三年來 韓國瑜拖身公益 早是日常 就算是過年 也一樣 這些菜都要送到 需要的人手上 這是二十分上倍的 對 我們做一些年級 我老婆要這樣做事 全部加起來 沒有你一碗牛肉麵之前 大概會列個名單 或者直接問他說 哪個家庭有比較需要 就要讓需要的人都有好年過 但話說回頭 農曆年後 來贏的2024總統 提名機制也將啟動 韓國瑜的答案 會是yes or no 2024的角色會不會變成主角 我是啦啦隊 我一直都講 我在2020年大選 那個內葉書翻過去 國民黨提名的人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 只是啦啦隊 會不會重新成為 場上球員 這答案各自見解 TVB月圈的追蹤學會 台北有的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